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在台湾的新住民越来越多了 那么这些新住民朋友 带着他们原本在家乡的生活方式 使用的语言 或者是风俗习惯来到台湾 所以在生活上 难免都会遇到一些文化差异 需要来适应 尤其是他们结了婚有小孩之后 那关于亲子教育这一方面 不同的文化背景 就可能会有不同的挑战 今天我们这一集 多元族群分享爱的主题 跟大家聊聊新住民的 亲子教育这一方面的一些差异 那这一集的来宾 邀请到来自印尼的新住民朋友 曾乙珊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来听听她的故事 那同样这一集也会有新住民朋友 来担任客座主持人 用他们的角度 带着大家深入了解新住民的多元文化 首先我们就先来欢迎今天的客座主持人 来自于印尼的钟莉莉 莉莉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对 也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同样来自于印尼的曾乙珊 乙珊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 主持人好 莉莉好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以珊也同样来自于印尼 也是莉莉的朋友 朋友 对 朋友 为什么那么尴尬 很明显吗 没有啦 聊一下你们怎么认识 是从家乡都认识 还是来到台湾 同样再来台湾才认识的吗 好像当时是我们是被培训认识的 培训是去参加中文课 中文课程 因为莉莉是通义老师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以珊也是 就是教学人员培训班 教学人员培训班 对 没错 因为这样而认识的 对 所以本来在印尼不认识 来到台湾才认识 没想到就是同个家乡 同个家乡来的 牵起了这个缘分 好 我们先请以珊来跟我们大家 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你是来自于印尼的哪里呢 我来自于印尼的西加里曼丹 然后也是客家城吧 因为大部分那边 大部分很多客家人 也是华侨是不是 对 华侨 所以变成说语言对你来说 到异国生活 尤其来到台湾 其实语言不会是第一个挑战 不会 应该不会 因为苗栗是客家庄 对 然后我们本身就会讲客家话 我们都会讲客语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 不会有隔阂有差异 对 没错 所以以珊也是驾到苗栗县的哪里 苗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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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台湾多久了 14年了 14年的时间 所以 蛮久了 来台湾14年 你就是驾来台湾14年了 对 驾来台湾14年 在这之前你有想过你会嫁给 怎么样的 对 异国人 有想象过自己未来的婚姻生活吗 在婚前 我跟你讲 做人就是不可以贴齿 怎么说 以前呢就是我小时候啊 会看到很多台湾人去家里卖单 娶老婆 有没有 就是很多就是中介 媒人媒婆会说 今天有几个台湾的男生有要来娶老婆 然后有谁的女人要嫁过去的 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女人是被来卖过去 应该不能这样说 好像就是 好像是买卖东西给人家选这样 等于说不是自由恋爱那种 自由恋爱感觉 对 就是没有爱情基础的那种感觉 可能她的接触方式可能不一样 她会表达可能那当时的情况 可能会这样子 对 因为小时候 小时候的那个还不懂什么 生活要怎样的 是 就是其实他们背后也是有 不得已的苦衷嘛 然后又是 因为以前他们要打电话回家 也是很辛苦的 不知道怎么去联络家人嘛 以前非常辛苦 我记得要打电话 还要买电话卡 不像现在的时代还有电脑 你手机变得比较发达 手机 网络 都是很发达 以前你想想看 就是用家里的电话 还是外面的公务电话 对啊 我们都经历过 要用投零钱买电话卡 没错 那种时代 其实那是其次 像他们在乡下 尤其是很乡下的地方 要打国际电话好像也是蛮难的事 对 很困难的 对 我有一个朋友也 他讲了这样 我又想起来 他们就是住在乡下 美电灯的地方 就是用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灯 油灯嘛 油灯 没油灯 没油灯 对 然后就要出来打个电话 要走路出来 然后就是要跟那一个女儿约 大概几点才可以联络得到她家人 感觉蛮心动 蛮心疼的 对 这是当时的时代背景 就是这样 所以乙山小时候可能就会觉得不以为意 可能你那时候就会想说你以后绝对不要像这些人一样 这样子 就是就会想说不要我长大以后打死都不要嫁给太坏人 所以真的是没有想到原分好像就好像老天也听到我讲这句话吧 她就说好啊 那我们就等着看 真的不要铁齿 对 然后结果就嫁过来了 结果真的就嫁过来了 而且没有第二次考虑就直接OK 我就要嫁过去了 是哦 那你当初会想说一个人要来到台湾这么远的地方生活 你有亲戚先来到台湾吗 兄弟姐妹吗 我是有阿姨啦 但是因为她也没有什么联络 因为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有LINE什么 有很多社群平台 对 但所以就变成说你还是得一个人这样子 一个人 来到台湾那么遥远的地方生活 对 所以就有你一个人 对就我一个人 但是现在不是有小孩有老公有家庭了 对 家庭幸福美满 那也这样子前前后来到台湾 十四年的时间了 对 所以因为我们今天主题亲子教育嘛 不免的时候就要问你说 那现在小孩有几个啦 三个 三个 我刚刚好啊 三个耶 对 不要再说太多 因为我每次说三个人家都会说 你怎么生那么多 那是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啦 对 因为现在大家都小子化 对 或是不生 或是羊 宠物 对 可是人口就变少了 对啊 所以现在小子化的情形蛮严重的 对 所以 三个刚刚好啦 对啊 对 还不少 所以宜珊你是三个男的啊 不是 你们真的不熟哦 一个男的 两个女的 我们不会去了解这一点 但是知道说有小孩 有小孩 三个小孩 有家庭 所以 以珊有一个 儿子 两个女儿 对 然后儿子是老大 这样是刚好 对 所以 其实这个生小孩的计划 你当初有规划说 我会 我觉得现在要跟你讲规划 好像不太重要 因为你当初也没想到说 你会嫁给台湾人 对 所以在 生儿育女 这个蓝图上面 你本身就有想说 你规划要生几个小孩吗 还是就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 我觉得最基本我要 我如果要有生小孩 我就生两个 最少嘛 那如果可以给我三个 我也不错 我就也可以接受啊 但是很好笑的是 就是我生完了第二个 然后就想好吧 那我就试第三个 有的话就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表示 就我说我试了这段时间 没有的话那我就 就不要了 这两个就好了 所以你前面很奇怪 他为什么还会再生 一般的人就不会再生 就是觉得说 一男一女刚刚好 因为我喜欢三个 因为我是七个兄弟姐妹 然后我还不嫌多 我觉得七个兄弟姐妹 还不会很多 可是对我们台湾人讲 非常多 非常多 我记得这么多 兄弟姐妹是我上上一代 就是可能我妈妈啊 阿姨啊 对对对 以前的那个长辈 可能就会生到十个 也是真的蛮多产 以前会生很多 现在的时代可能就三个 是算最多了 然后因为他们的年龄差太多 有的感情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都很好 所以我就会希望 我的小孩也是可以很好 然后我就生了第三个之后 然后我婆婆说 哎呦你只生了一个儿子 其实啊 你生两个儿子会比较刚刚好 那你要再加油吗 没有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讲 然后我老公就当天赶快决定 他去结诈 吓到了 他吓到了 婆婆应该有点开玩笑吧 因为没有那么 对 现在没有那么严肃 没有那么传统 应该没有 他没有那么传统 然后我就想我才不要呢 我生一个不是很好 我如果生两个他们 我儿子还要轮流说 哎这个月跟你 下个月又跟我什么 然后就一个的话 我就只能在赖在那边就好了 了解 要一直开玩笑 这个妈妈的心理剧场蛮多的 我就像已经想到那么久一件事情了 好 以上有三个非常可爱的小孩 我们待会再来跟他聊聊 就是他带小孩的一些经历 分享他的教育理念 休息一下 再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